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多说俩字能勒着你,是不? 是 是 又改机关枪了 我说闺女啊,你别嫌爸唠叨了 爸不是嫌你胖 那你是嫌我吃的多呀 爸不是那个意思 爸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 哎呀,我挺健康的 我这不是正为减肥做准备的吗 你看,我这刚下了一个减肥的软件 减肥音乐大集合 这听音乐就能减肥了 那当然了 我给你放一段 你也听一听,捡捡你这身肉 我都不是我说你 哎,真是的 开始 快把他闭掉 把他闭掉 哎呀,哎呀 爸,这音乐怎么样 这叫啥音乐呀 啊 低音发门,高音发飘 听得我的心里是乱七八糟啊 就这样的音乐听完,他才能有反应呢 啥反应啊 吃不好 坐不住 总是感觉 想要吐 明白了 认身反应 你妈怀你的时候 就这样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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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注意点 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黄花大闺女 啊 这就是你爸现在最难心的事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每天在家 你给我拿着 哎 你说你就不能出去 天天在家 那你还留后手是不是 给我 哎呀,那要干嘛呀 干嘛 你就不能帮你爸干点活啊 干啥活啊 我昨天交代你的任务 你完成了吗 任务 啊 你等着等着我查查记事本啊 哟,还真有任务 电费,水费,煤气费,网费,化费,取暖费 要是不交这些费 下月咱家撑底费 行了,赶紧去扣交费 啊 交完了 交完了 嗯 你连门都没出 你就交完了 手机银行 网上转账 这玩意儿还能交费 那当然了 这倒不赖啊 这任务算你完成的不错 你不用光夸我 你就夸手机小助手就行 别进给我整的没用呢 光交费啊 我跟你说没说 让你给你小侄子我大孙子买课外辅导书 我要辅导他功课 哎呀,买什么辅导书啊 这有小助手呢 这全都搞定 来来,你歇会儿 我给你看看啊 你看这小助手的数学题 你看啊 小助手 一加一等于几呀 二 你看二 你说谁二呢 这答案是二 谁敢跟您叫二呢 是不是 二加二等于几呀 四 你看四 你别准整这容易的 你整点复杂的 你 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加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哼 哼 哎,答案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看啊 N 山外青山 楼外楼 树上骑着一个猴 山崇水赴 宜无路 没病你就走两步 书中自有黄金 不是大款救火夫 红松手 黄藤酒 大爷这个真没有 你管谁叫大爷呢 这小助手的答案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倒真希望我是你大爷 我就不用为你操这么多的心了 行了行了 你别气我了 赶紧出去给我买教科书去吧 哎呀 不用出去买 小助手就能帮助我了 小助手 小助手 麻烦你帮我定一套 小学生课外辅导教材 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全一册 好吧 谢谢啊 搞定 同城坏地 一会儿就到 你还跟他 还挺亲 哎呦 我这不就跟人家客气客气吗 你瞧您这事也挑我理 我说你这小助手 啥事都能办 是不是 那当然 来 你借我用 你用干嘛呀 小助手啊 小助手啊 你好 我有一个闺女 二十大几了 到现在还没对象呢 天天在家玩电脑也不出去 你说他这样事的 这辈子还能结婚不 哎呀 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您不就是天天看我宅在家里边 啊 也不出去找个对象 怕我嫁不出去吗 那我不得碰着有缘分的吗 你天天在家这么宅着 能碰见有缘分的吗 啊 要想碰见缘分你得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 老让我出去 我没什么事我老出去干嘛呀我 这一天当晚这么多事 怎么会没什么事 怎么多事了 多少事 我一手机 连上互联网 我全都能搞定了 我干嘛要出去呀 再说了 我一时尚浪尖上的青春美少女 万一出去碰见色狼了 该怎么办呢 你对得起我妈妈 你都不是我说的 你真是的 你小开心 我说一句 你有三句在那等我 我说不过你 啊 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老年人不懂 你随便吧 你好 我是同城快递小飞侠 请问您的网名是叫飞翔的溜旧吗 我的网名是 奔跑吧 三大爷 我的网名是飞翔的溜旧吗 你好 那个 这是您要的辅导书 您是六年级的 那个请您签收一下 好嘞 好嘞 这么快就送来了 那可不 我给您 谢谢啊 谢谢啊 哎 哎 你不是那个谁 你不是那个那个 我想想你让我先说我先说 我先说 你叫小土豆 大辣椒 大辣椒 太有点了 喂 这在干啥呢 这就是我那时候跟您说的那个 初中时候我暗恋的那个对象 啊 就是你那个逆逆歪歪的日记里写的就是他 啊 哎 大辣椒 啊 你刚才说 你暗恋我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嗯 别以为 我就没有暗恋过你 真的啊 嗯 那什么 晚上咱们一块吃口饭呗 也不知道 您有没有时间 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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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还干几关枪 是不是呢 他那是炭狗啦 哎 那个我收拾收拾 你等我一会啊 哈哈 等我啊 我在楼下等你啊 啊 好嘞 难道是我错怪我姑娘了 要说现在这网络确实太厉害了 要跟不上还真不行 我也得抓紧时间研究研究 我还暗恋过一老太太